一天提過好多次 弄成 不知道怎麼辦 我求問王產老祖 那如何能夠安這個 心不安的 的煩惱 那麼我們現在接近年紀了我們都是終身學習的老人 你要 念安心尊經以外 我們偶爾家人 每天都在學習練 練得不停 你要送安心尊經 祈求王產老祖家此灌頂 你要這麼講 為心地質 祈求 治心 祈求 王產老祖 祈求 simplemente 給我 ş chest 自欲 師 anyway 祈求 呜 dla 建айте 桑 年老失智 顧弟子 全心 恭送 安心真经 是功德 回向 安魂力破 安魂力破 好 元神光强 心安 自在 这样的话 若是家里 有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那个失智 你就练 先禀报 然后呢 安心真经请出来 你就从头练到尾 然后练完了 再攻读一次祈祷文 算了话 健健健健健的 你会看到好成绩 听不懂吗 我们自己呢 一房老 换我们自己 我们待着要回向给 家人 这是非常有用的 回顾在 在十六年前 我们一经新法经济班 一位 学生 女学生 在美国 加州 他在老人院 天主教的老人院 工作 他就就 就是我们二届的师兄 刘建邦 他 要他回来读 那我传了一本 那时候安心法记 叫他们带回去 若有人心灵不安 可以这一本给他帮帮忙 有家属力 所以啊 他回去了之后 有一位老太太 八十几岁了 老阿婆每天喊 日夜都在喊 恨不安 所以我们的这些师姐呢 就赶快拿着一小本送给他的老公 说他在喊你在床边 一直练一直练给他听 会吻下来 结果听他 老婆听他在练的时候 他就吻下来 就睡着了 他没有练他又醒来 又心里在吵 所以他老公 老人家就旁边 他不练圣经 就练了安心真经 安心法记 他还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所以拿了五百块 回来给我们出版社 来印 免金五百块 印了一大堆 送去他的分给 那些老人 这其实安心心不安 神就不定 宣布安 魂魄就乱 乱就是乱讲 乱了 按不了最可怜 那你用安心真心 可以 安魂魏魄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 来